不过进一步来追踪 这发现说叶士文不只贪污贪钱 甚至呢还贪暗女色 这当中她的女性密友陈丽玲 不仅呢是她幕后洗钱的大账房 甚至还被媒体爆料说 曾经是她部署的妻子 话说从头去三十年前 叶士文在担任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的时候 当时呢陈丽玲的前夫是叶士文的部署 而那个时候呢 叶士文把陈丽玲挖角过来 当自己的机要秘书 两个人朝夕相处而爆发了婚外情 让自己的部署相当生气 奋而把妻子给收掉 镜头再拍叶士文的小三陈丽玲 遮头又遮脸 陈丽玲不仅是幕后洗钱的大账房 其实还是叶士文部署的妻子 她是陈丽玲的前夫陆俊仁 之后叶士文把陈丽玲挖角过来 当机要秘书 结果两人朝夕相处爆发婚外情 离婚之后陆俊仁虽然已经在婚 一位叶先生有不同身边 然后他这样离婚 然后造成他心里一些不平衡或不满 有没有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摊涉过 从来都没有 叶士文摊钱又摊涉早就不是秘密 除了有原配李秀华 小三陈丽玲之外 据说还有小四和小五 多枯长焦 探来的钱和房子 大部分都花在女人的身上 而且叶士文官位也很大 没有三千元以上的洋酒不喝 最常来桃园这家日本料理店 超高档七个人吃一餐起码要三万块 叶士文独流原配住在南投 外头吃香喝辣 不仅贪财 还一次强夺部署的妻子 让陈丽玲的前夫相当的气愤 不过目前前夫已经再婚 住在台中市 还没有办法取得本人的回应 接着陈思源徐玲台中 采访报报道 选